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Podcast 首先在节目一开始 我要提醒各位听众 我们目前正在规划我们农历春节期间的特别节目 我们还是农历不放假 初一到初五都有节目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的春节特别节目 可以邀请各位听友来参加我们录制的内容跟过程 甚至当我们的一日主持人 所以请到说明来了解更多细节 或者是本集你一定要听完 讲到最后我会说明我们目击的一些办法 那么活动期间直到12月22日截止 那之后我们会挑选听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所以欢迎各位听友踊跃参加我们这个特别节目 让你的声音让你的意见也可以让广大的听众可以听得到 那目前我们的Podcast每个月累计的收听的人次是70万人次 所以是相当多一个学习管理的一个很多听友在这里搭建的这一个平台 所以欢迎各位听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春节特别节目 那么以下我开始进行这个本周的专题的介绍 今天又是礼拜一了 所以我们又要开启新的一个专题 那我这一周的主题其实选的是不久以前 就是7月号哈佛尚爱评论的封面故事 我们纸本的封面故事 那当时呢就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 可是那个时候排不进这个排成里 所以到年终的时候 此刻呢我们就决定说这个题目还是要在今年内把它分享完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挑了7月号的封面故事 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么这一周的主题呢就是打造顾客历程 创造顾客的终身价值 我想这所有的我们在经营企业 不管你的顾客是土B还是土C 那当然这个顾客历程不要强调是土C的 但是你把它的理念呢用到土B 我觉得又何尝不可能 所以呢土B跟土C我们都在经营事业 不管卖的是产品还是卖的是五行的服务 我们都希望顾客呢跟我们长相左右 不要一下子就变心 不要用了一次就不再回头 希望他可以不断的回头 那使用我们的产品跟服务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其实都是行销学上 这个顾客管理学上的一个显学 然后不同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论点出现 那我今天呢分享的这篇文章是7月号的封面故事 所以蛮有趣的 他把这个顾客历程分成四种类型 那每一种类型的经营方式 跟特色都很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文章的主题 那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打破你对顾客历程的误解 就是说你对customer journeys 英文叫customer journeys 到底有什么误解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 两位呢是来自于 两个大学的教授 不同大学 那他们这两个大学呢 其实我们台湾人可能应该蛮陌生 因为我也蛮陌生的 那显然的是比较年轻的教授 因为一个是讲师 一个是副教授 所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领域的新秀了 才会被哈伯尚爱评论选上 那第一个教授呢 是在纽约市的一所私立大学 叫Fortham University 在纽约的一个副教授 叫阿赫尔 那另外一个呢 是英国的大学 叫Lancaster 那他是在莱比西校区的 一个教授 叫安东西伯特 那这两个学校的确 我们台湾人是比较陌生的 那这两位呢 应该就是比较年轻的学者 那么这篇文章英文标题呢 叫What you are getting wrong about customer journeys 那么在讲customer journeys 就是顾客历程之前 我们先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顾客历程 我们听众或许也知道了 只是我再提醒一下 那所谓的顾客历程 就是说当顾客在决定购买商品 这商品含服务 然后你要take什么服务 比如说你要做捷运 还是做bus 这都是服务嘛 你所经历的历程 在做决定前 你在下手买这个东西之前 经过的历程 就叫做顾客历程 也就是说 他不是你买来之后用的 喜不喜欢体验 这个是采购之后的历程 或使用之后的历程 但是我这边讲的顾客历程 是往前推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你买这个东西之前 你是有经过怎样的决策的过程 那你为什么知道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要知道他 才会去买他嘛 所以这个从采购之前的历程 就是顾客历程 那一般来讲 顾客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 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嘛 你怎么认识这个品牌 你这个品牌又怎么让你认识的 这叫品牌认知 第二个是说 你知道他了 可是你对他开始产生兴趣 有一百种化妆品 我现在知道五种 那我现在对其中一种 产生兴趣 我知道不代表 我对他有兴趣 我知道有这个 我知道有那个 不代表 我就要买这个 或我知道有这部电影 你现在有十部电影上映 我知道了 但是我为什么会决定去看这一部呢 这就是触动你的考量 触动你的兴趣 到最后 你想去看啊 或你想去买啊 真正买下去 那个转换 转换行动 这个采购行动 决定购买的这个行动呢 又是怎么产生 为什么就是 比如说一百部电影好了 你知道十部 那你有兴趣的有五部 到最后你的时间只能看一部 你为什么到最后就看这一部呢 所以这个整个的 你的心智 一个消费者 一个顾客 他的心智走过哪个历程呢 就是customer journey 那说以前的这个行销人员 比较少去关注 采购前的这一段流程 所以但是现在所有的行销学呢 都很强调这一块 也有很多人用漏斗 漏斗了 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最大程度被知道 就是品牌认知 这最大 然后慢慢漏斗漏下 到最后就有一群人 就会采购你的东西 使用你的商品 就是整个漏斗的管理 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现在是行销学上 还蛮热门的话题 那这两位共同作者呢 他们为什么来写这一篇文章 他们在文章的前沿呢 前半部呢 有说明 他就说一般人呢 或者是一直以来 大家的行销专家 都会认为说 产品呢 或者是服务给顾客的 最初体验 是最重要的 这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呢 这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产品的经理 还必须要考虑到 他在顾客采购之前 他提供怎么样 一系列引人入胜的体验 也就是顾客历程 才有办法 让消费者一二再 再二三的不断回头 买更多的产品 这才是行销的新战场 那么他在讲说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很重要 顾客历程很重要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也就在他们写这篇文章之前呢 其实很多行销专家 也还没有开发出一个架构 可以协助所有的经理人 行销产品 经理人 在创造顾客历程上 可以做参考 因此呢 他们才会来写这一篇文章 那这一篇文章呢 各位听众也都了解 哈佛的文章 都经过蛮长时间的研究 所以这两位作者呢 就根据他们这个初衷 研究初衷 做了五年的研究 跟很多产品的行销经理 或行销的高阶主管 以及呢 很多行销学的专家呢 一起开很多次的研讨会 那终于呢 经过这个呢 过程呢 拟定了这一篇文章 所提供的顾客历程矩阵 就是横轴跟重轴 有四个模式 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就变成一个顾客历程的矩阵 那提出这个架构 那他们认为说 这个架构呢 四个矩阵呢 没有优劣之分 没有说右上就比较好 左下就比较不好 没有优劣之分 而是特色不一样 那你只要找到你的定位 你的特色 你都可以创造很棒的顾客历程 你都可以让你的顾客呢 陪着你一辈子 创造他们的终身价值 那么这个顾客历程矩阵啊 就是二乘二的矩阵 直线呢 就是可预测与不可预测 那横轴呢 就是费力与不费力 所以各位的听众 你现在的画面上 就算你现在没有指跟笔 你的脑海 你的前端呢 要出现一个画面 四个 四个格子 那么左下角呢 就是可预测 又很容易达成嘛 就消费者很不费力 这个叫例行公式 那么左上角呢 是不可预测 你不知道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体验 然后很容易达成 这叫驾车兜风 那么右下角呢 是可预测 但是呢 很费力达成 这种叫做长途跋涉 那么右上角呢 就是不可预测 又很费力呢 才会达成 这叫冒险之旅 所以一共有四个历程 从左下 左上 右下 右上 我再念一次后 例行公式 驾车 兜风 长途 跋涉 冒险之旅 一共有四个 那我接下来呢 就每一个格子呢 跟各位听众做分享 那当我分享的时候 你就要想 你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左下角 我要分享 叫例行公式 它已经变成一个 非常简单 非常重复 通常呢 也是你常常 频率很高 会采取的一种 消费历程模式 那我觉得啦 因为他这篇文章 是外国人写 西方人写的 他们的便利商店 不发达 那我觉得如果在台湾 我们说H7 去全家 我们所有的便利店呢 买早餐 这可能是很多 台湾人的例行公式 还很容易嘛 大街小巷 都有便利商店嘛 然后呢 他提供的服务 也都是可以预测的嘛 我可以预测 我今天买到的咖啡 跟昨天 跟去年 是一模一样的嘛 那我也可以预测说 我今天买到的报纸 跟昨天 跟前年 是一模一样的嘛 所以他是可预测的 消费行为 所以呢 他可预测性呢 他就常常会变成 建立顾客 长久的例行公司 是一种生活的仪式 那还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顾客体验 很简单 第二就是 服务 很一致性嘛 那他这边 举的例子呢 是西方的学者写的 他举的例子是 星巴克的拿了就走 这种服务 叫Grab & Go 因为现在外送平台 很方便嘛 星巴克的店面呢 在西方世界 也蛮普及的 所以呢 星巴克呢 就不断地简化 他的手机的 订餐的流程 所以呢 他的整个支付体系 跟订餐的流程呢 是很方便的 所以你一定 然后你的到预定的时间 到那个店 你拿了 你就走 因为整个金流呢 也都透过你的手机 当然要预定的时候 也都很快都解决了 所以他已经设计了一套 点餐的标准的流程 你很快 你进入他的页面 甚至你长点的话 你一进去 他就知道 你大概要点什么 他就会马上呢 跑出那个页面 提供给你 那你很快呢 就可以下单 那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就绕过去 把你的早餐就拿走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星巴克所创造的 顾客体验呢 是很方便的 而且可预期的 而且呢 是一致性的 所以呢 这叫例行公式的服务 那这边有特别强调 如果你的产品 或服务是属于这一种的话 你要做到一个方向 就是你要尽量简化 你的体验的接触点 就是说 如果没有创造价值 就是说你的整个流程 SOP流程 哪一个环节 没有办法为顾客创造价值 或为你创造价值的话 你就要333 所以尽量简化 你的process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向线 四格向线 这个矩阵的左上角呢 是属于不可预测 但是很容易的 不费力的 整个消费体验是不费力的 所以他把这个叫做驾车兜风 就是我们开个车 不是很轻松吗 很愉快吗 但是我们无法预测 沿路会看到什么风景吗 你有时候看到 哇一个转角就是一个打卡景点 可能一个转角出现一个 你从来不知道咖啡厅 view很好 咖啡很香 你很想在那边喝杯咖啡 或是经过一个什么小店 卖了一些手工艺品 你也觉得有发现的乐趣 所以这一种体验叫做驾车兜风 那他这边特别推荐了驾车兜风 很多电玩游戏就是属于这种 因为你不想你下去玩 要玩游戏很容易 你就上网 你就可以网 download有这个软体 你就可以玩 但是你不知道 你会碰到什么对手 你不知道你今天会打得如何 所以就会有发现之旅 不过这边举的更精彩的例子是抖音 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抖音的app 那你上线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只一只影片 那你从来不知道说 我今天上线 热门的影片是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你上去才知道 那我看到这一部可能是猫 下一部你就往下一直拉 你就会出现不同的影片 都是很受欢迎的 可能这一只 谈这个猫的可爱的 下一只谈如何煮一顿饭等等 就是你有很多发现的乐趣 所以这个是抖音提供的服务 本质上也就是属于驾车兜风型的 这个还蛮make sense的 那么右下角 这个是属于有一点困难 做起来有点费力 但是比较可以预测的 这个叫说长途跋涉 就是说你要达到那个目标 你的目标是你知道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我的目标点在哪里 可是要达到那个目标很辛苦 所以才叫长途跋涉 那这边举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提供如果是语言学习平台 你要帮你的这个学生达到 比如考试要考几分 我要通过什么测验 这个目标是放在那里的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复健 你身体要复原 你一个复健的流程 你要经过这些这些辛苦 到最后你可以康复 这个复健的流程 减肥 我现在你报名什么减肥班 你要经过怎么样 饮食的控制 运动的配合等等 那你达到目标减五公斤减十公斤 所以这整个呢 就是属于那种长途跋涉 它的最清楚的一个特点 就是目标很明确 我要减五公斤 我要减十公斤 还是我要通过什么测验 我要通过什么考试 但是呢 这过程是很辛苦的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达到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提供的 是属于长途跋涉的服务呢 如果你是那个业者的话 你最好把你提供的服务流程 拆成很多小包 就是你每天 你每周 你每月 要达成什么目标 以至于你长期 长途跋涉后 半年 一年 你可以达到那个最终 你要达成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提供的是这个 属于长途跋涉服务 你就要擅长于 刚刚讲简化流程的 那例行公司是 你要把不需要流程通通减掉 没有附加价值通通减掉 那这里是你要善于 把你这个长途跋涉的 整个过程呢 拆成每天 每周 每月 或每两个礼拜等等 变成分歧可达成的 储蓄的目标也是嘛 你要储蓄 假设说你达到目标 要储多少钱 那你应该每周 每日 有纪律可以达成那个目标 所以这个是属于 如果你提供的是属于 这个长途跋涉服务 你应该要怎么做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右上角这个 又费力做 又无可预测 所以才叫冒险之旅嘛 所以如果说 左下角的这例行公式呢 是最频繁的顾客历程 那么右上角这个冒险之旅呢 就是最不寻常的历程 它充满了刺激 充满了挑战 然后你又不知道 可不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嘛 那它又非常费力做 不容易做 所以呢 这一个冒险之旅 它强调是你在做的当下 所得到那个兴奋感 跟满足感 而不是 它跟这个长途跋涉 最大的不同是 长途跋涉 有设一个很具体的目标 但是冒险之旅 是没有那个具体的目标 所以这边举了一些例子 大家或许可以理解 比如说 你去学习表演艺术 你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你要变女主角或什么的 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 不好学嘛 而且也不是到处都有 转角就有人在上这种课嘛 所以你很费力的 才能找到这种课程 适合你 然后你要去上 那你上的呢 是你在上的当下呢 觉得很有启发 很有乐趣 那没有在上的过程 的结果呢 或许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强调的是 冒险本身的乐趣 跟兴奋 或者是你想要取得的 感动等等 而不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所以它跟长途跋涉 最不同的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历程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所以呢 听到这里呢 你也可以排一下说 那你的产品或服务 是属于提供哪个历程的服务呢 那比如说我们媒体业 或者我们远见杂志 或哈佛商爱评论 或者我们的Pockets 会不会很像这个驾车兜风呢 因为你上这个APP 你很容易就找到我们嘛 那你到书报摊 你也很容易看到我们的杂志嘛 但是你不知道翻开这个杂志 这一期的封面是什么呢 这一周我要讲什么呢 会不会刚好讲到一个 你最近刚好很苦恼的一个点 解决你人生的哪一个小问题呢 因为我们常得到读者也好 听众也好 都常回馈给我们 就是说碰到一个什么疑难杂志 正在苦恼什么事情 突然间在我们的杂志 看到一篇报道 看到一个人物接受采访 或听了我们的Pockets 哪一集呢 对他非常有启发 所以这很像驾车兜风 你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 你也不知道你会体验到什么 你也不知道可以解决你什么问题 但是你就是很容易你就做了 虽然它不是你的例行公式 但是你很容易 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服务 跟看到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属于这个驾车兜风 所以我们要尽量把内容做精彩 尽量让你们觉得很有用 所以每次来呢 你都有惊喜的发现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成功秘诀嘛 那属于你的呢 属于你的产品呢 是哪一个层次呢 是冒险还是长途跋涉 还是例行公司 还是驾车兜风 你也可以想一想 以上呢 是两位这个西方的学者 把整个顾客历程的作章 一个矩阵的分析 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那他特别强调 我刚刚前面一开头有说 这四个历程没有谁比较好 也没有谁比较不好 也没有说这个就比较会赚大钱 那个就不会赚大钱 都没有也没有说这个频率呢 要每周啊 就是也没有固定的频率 说要每周比较好 每月比较好 或者是每年比较好 都没有 每四个呢 都是有成功的方程式 都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呢 如果你落在哪个项线 都没有优劣之分 只是说你怎么样 把那个项线的 这个好处 优点 提供给顾客的历程呢 发挥到极致 这个才是关键 以上呢 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我明天呢 第二天呢 还会再持续分享 这一篇文章下半部 就是说你如果找到 你的消费历程之后呢 你怎么样设计 适当的历程 所以欢迎各位明天 再回到我们的Podcast来 最后呢 我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 已经听了我说了 一整年的Podcast节目 现在呢 邀请各位听众 回馈你的想法 即日起 哈帕团队呢 启动三项招募活动 让听众 明年一月的农历过年期间 有机会来上Podcast哦 你可以留下文字 或录音档 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 你最喜欢的一集Podcast 说明为什么 第二 你对哈佛商业评论 或哈帕 有任何问题 请写给我们 或录音给我们 第三 你想不想当一日主持人呢 有机会来访问 Mary我 或者是我们的团队 请到说明栏 点击活动 连结 请提供我们文字 或录音档 募集活动 直到12月22日 期待与各位听众 相会哦 现在就注册 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 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 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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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